无量借来,我们深深实实跟众生借多少缘,怎么能说没有缘呢? 无论是善缘无缘,通通都是缘。 我们这一生得个人生,在这个世间住几十年。 生活环境当中,物质环境,人世环境,全是缘。 我们明白了,搞清楚了,善缘好,物缘也好。 这个缘是什么?我们了这个缘。 能够把所有的缘都转变成法缘。 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佛,一起来念佛。 将来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,把所有医学缘转变成法缘。 这是无上司。 这是个明白人呐,决定不跟人家缘处。 也决定不能跟任何一个人。 振掌勤职,那这都是麻烦。 振掌勤职,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 那借上物缘,这冤冤相报。 这就错了。 对我没有利益的,就不要放在心上,把它忘掉。 不要放在口上,自己心底多清净,多自在。 这叫功夫。 别人所作所为,也许,对我有利益的,我记住。 我要认真去做,对我有好处,对我没有好处的,忘得尴尬尼尽。 对别人,赞叹她的善,不说她的我。 这是普贤菩萨教给我们。 离经诸佛福,称掌入来。 对一切人要恭敬,要有礼貌。 不管她善悟,因为她有佛心。 一切众生皆有佛心。 一切众生,本来是佛。 恭敬,礼尽是应该的。 我们应该做的。 赞叹,那与社会大众有正面的影响,赞叹。 如果是有负面的影响,不说。 中国古人教人,迎物扬善。 社会才能够安定,相互。 社会为什么动乱不安? 说人不好的地方太多了,说人好的事情太少了,这社会就乱起来了,就这么乱发的吧? 你以为怎么乱的啊? 大家都不说人的坏话了,社会马上就安定,就和谐了。 这是佛的智慧啊,佛看清楚啊。 决定不批评。 啊,心里头清清楚楚,也别放在心上。 跟着佛菩萨的教会就说,决定没错。 这下一个�지优优优独播放少许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